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我的情况 对不对 那么我希望就是包括直播家家人们 也应该就是多多理解一下 包括谈走这边他也应该要理解一下我 对不对 我也不是说故意这样子的 我确实遇到事情了 知道吗家人们 所以我现在我也这么做也是 也是没有办法的知道吧家人们 来直播间一千一百多个人了马上两千人了 咱们把张杂给阿维点一下好吧 张杂点一下 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吗家人们 没有办法才这样子的 不然我也不希望对吧 这公司我也是住了这么久对不对 而且好不容易住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不希望是这样子的 但是没有办法知道吧 我也不想为难任何人 现在不这么做也解决不了问题知道吧 家人们 家人们啊家人们昨天有看过我直播的 家人们抠个一 昨天有看到阿伟在我直播间无理取闹的家人们 抠个一 我们看有多少人昨天在我直播间看到你了 我不是无理取闹知道吧 我没有 我是没有办法 你不要没有办法 昨天很多家人都来到了我的直播间 当时我已经回家了 阿伟去跟我连麦 就一直在说不要做公司了 不要做公司了 我不是不让你们做 是我做不了了 你怎么做不了 我现在没法做 你怎么没法做了 难道我没有跟你说清楚吗 你说的很清楚了 包括我昨天跟家人们说了 然后今天会让阿伟发一个视频 发一个视频 然后给家人们讲清楚 他为什么不做了 然后现在我们也知道什么情况了 还是因为确实阿伟的父亲有一些不舒服 然后公司上面呢 他要操心的事情比较多 但是这个不影响说我们 现在现有公司的一个经营 我说了如果他需要休假 我说了你需要时间 你说你休息七天十天 我都可以放你的假 公司我来管 然后如果你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 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你 但是你永远不要去说什么转让 转让你的公司的这个股什么权 什么就这样子去搞 因为我相信很多做过生意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应该懂的 就是你这个东西一旦让出去了 不是你就可以拿回来的 对不对 如果支持堂堂的想法的 请抠个一好不好 家人们 请抠个一 就是我不是不帮他 而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理性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 你怎么就听不听不懂我说的话 来你去你去跟你去跟大家说这个事情 好不好 你看一下多少人抠一 我们可以抠不抠一的问题 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 知道吧 家人们 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知道吧 现在我遇到事情了 我跟他说了很多遍了 他依然不理解我 知道吧 我是没有办法才这么去做的 而不是我也希望这样子的 我不是不想跟你们合作了 或者就是不想做这个公司了 而是我现在真的是遇到事情了 我只能这么去做 我没有出路了 知道吧 你这件事情 如果让你爸知道了 你爸能同意吗 我爸知道 他不同意 我也没有办法 知道吧 因为这是我的事 我也不可能去为了任何一个人 你现在就在为难我 为难你爸 为难整个公司 你知道吗 但我的股份是不是我说了算 那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不对 你的股份你说了算 没有你爸 你有你现在的股份吗 要不我跟叔叔商量一下 看一下这个事 你说了算 还是他说了算 家人们说对不对 人家 你父亲这么辛苦 打下了江山 现在刚到你手里 没两天 就你说了算了 家人们说对不对 同意的话扣个一 你父亲那么辛苦 打下了江山 你现在说你觉得不行 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了扣个一 最起码我要征求他父亲的同意 对不对 因为没有你父亲 你有你现在这一切吗 你现在说放弃你就放弃 说不干就不干 你对你你对你的家庭负责吗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你说你来说一下我现在怎么办 你现在怎么办 我不是说了吗 你去处理 我怎么处理吗 你说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 真的是 我今天假了一天了跟你说了一天了 怎么就还是 还是说不通呢 你这样说我 你的意思就是我无你取闹了吗 是不是吗 你的意思就是我像个三岁小孩 我是没有办法知道吗 没有办法真的 那唐总你你你你你你去分析一下好不好 现在我不这么去做那我怎么做吗 拿到我我我拿到我 你们俩别说这个事情了 拿到我去叫我爸把我们家房子卖了 或者干嘛的吗 你觉得这样 那我爸我妈住哪里啊 你不至于好吧阿伟 没有多大点事不至于 你今天说这你就丢人了 没有那么大的事啊 不是丢人不丢人的问题 现在已经逼到这个这个程度了 我我能怎么办吗 那公司我以后我我我我可以重新开始呀 对不对 那我现在怎么办 你公司你怎么从一开始 我说了你退出去 不会有人让你回不来的 叔叔阿姨们啊 他他今天确实是情绪不太好啊 我们来好好说话 他现在就是出现他父亲这个问题 然后一个是身体不舒服 还有一个是他要去管理那边的公司 需要一些资金周转 这些我都懂我都理解 我不是不理解他我一定会帮他 但是他现在说如果要去转让 股什么分的这个这个情况是绝对不可以的 是绝对不可以的 知道吗就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做过公司的叔叔阿姨 能不能理解我 就我没有我没有说是想把阿伟放在公司 不让他出门或者怎么样 他出去多长时间都可以 但是事业这个东西没了就真的没有了 好吗理解了咱们托个一 我个我个我个粉丝们说一下来 家人们现在直播间三千八百多个人 马上四千人了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觉得是我的错还是他的错 我想问一下 对不对现在我我不是跟他无你去的 我是真的出事了 遇到士奇了 难道我不把 我不这么去做我怎么去做对不对 难道家人们直播间家人们也不理解阿伟吗 你们也都不理解我吗 我不这么去做 难道我怎么做 我现在没有办法了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知道吧我想了很多办法 已经没有办法了 知道吧 我不这么去做 我的错 拿到家人们也都不理解我是吧 现在家人们也都不理解阿伟是吧 你们也觉得也都是我的错对吧 我是没有办法知道吗 家人们 我也不想走走到这一步 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不面对的 知道我家人们 因为我回到公司之后 你们也知道 对不对 叔叔阿姨们让他冷静一下好不好 让他冷静一下 那我我们两个就这样子 你今天我跟你说了一天你也不答应 那我们两个就为粉丝们 他们支持我还是支持你 好吧 来直播一下家人们 如果觉得 应该让唐唐答应我的怎么扣个一好不好 应该让唐唐答应我的怎么扣个一 因为我阿伟现在 他上事了 遇到世纪了 如果家人们觉得我说的对 我觉得应该让阿伟保留他的股份 然后在公司里好好做的扣个二 做什么吗做做做做 我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做做做做 我怎么做吧 我现在我的事情我 不好意思啊家人们 确实他昨天晚上就是这个样子 今天又是这个样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家人们 我 我看到这么多家人扣二 我心里很清楚 其实大家都是明白人 大家都是明白人 阿伟不应该做这样的选择 绝对绝对不应该做这样的选择 不是的不是的 大家不要这样说 他他可能遇到一点事他比较着急 我说了 我我会体谅他 我其实昨天 因为我不知道前因后果的时候 我确实发脾气了 是我不对 但是我今天知道他事出有因 但是我认为什么事都不至于 就是没有多大点事 就这些事情都不至于说他 去这样 我说了 不行我们就一起努力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公司没有了 没有你位置了 你说你再想回来做点什么 你知道多难吗 而且如果说他父亲现在知道 他做这样的选择 你就说你爸如果知道 你现在做这样的选择 他会怎么样 他本来就生病 你不要再气他了好不好 你不要为我爸 怎么样 你先为我好不好 你先为我 你说一起努力就能解决的问题 难道我 有必要这么为他地方 我们一起努力 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多大点事 不行 你爸那公司这两天我去一趟 我不知道有多大点事 至于你这个样子 要不然的话 你如果非要放弃的话 好 现在我给你爸打电话 好吧 你爸只要说一句 OK 唐当我同意 我一句话都不再说了 你敢不敢让我打这个电话 不是我们两个直接的事 你去为我爸干什么呀 这不是我们两个的事 阿伟 你现在拥有的所有东西 都是你父亲给你的 如果说这个公司是我们两个 一手打拼出来的 OK 没问题 你现在说什么 我就照你的头 现在这个公司是你爸给你的 好吧 你算什么 没有你爸你算什么 那我也有我的功劳吧 好吧 我都做了这么久了 也不是说完全我爸说了算吧 我不想我真的不想跟他吵 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想跟他吵 我想跟你吵吧 我喜欢跟你吵吧 你觉得 我是没有办法 现在我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知道吧 来我问一下家人们 家人们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我 他 答应我是不是 帮助了我 对不对 他现在这样子更加的会害了我 知道吧 我现在我是没有办法了 没有亲身的办法了 知道吧 你们帮我跟他说一下好不好 我已经说了一天一夜了 说不通了 帮我说一下 真的我 我也不是想这样子 知道吧 我首先不会接受你的这部分股份 我不会 我现在就给你表态 我也给大家表态 我不会接受 好吧 你不会 我不会接受 我一点都不会要的 我给别人了 那就 我给其他人了 你给谁 你不管吧 你不接受 我就给其他人了 我是想让 我是想让 你 你拿回去要好一点 知道吧 你拿着在你手里要好一点 但是你如果不接受的话 我就只有想其他办法了 我 我也不会给五组的 家人们 五组我们 直接有合作的方案 但是我 我会给其他人 我们合作的不是公司的事 知道吧 家人们 我告诉你啊 现在 呃 你们不了解情况 现在在我们这个公司里 除了我 会替阿伟说话 除了我 会帮阿伟 其他所有的股东 巴不得你早点走 你不知道吗 他现在不给我 给别人 你知道代表了什么吗 代表了他永远都回不来 如果说我接受 OK 有可能他可以回来 但是如果是别人来接受 他想都不要想 好吧 我跟你说 他现在说句转让 很多人愿意接的 家人们不是没有人愿意接 很多人愿意接 人家为什么愿意接 因为人家巴不得你走 你现在做这件事情 不就是自投罗网吗 我知道 我知道所有人都看不起我 所有人都讨厌我 对吧 那我走不就行了吗 我走 你不要在这发脾气了好不好 那我跟你讲了一天了 你能不能踢斗 我是故意这样子的吗 你觉得 咱俩说今天晚上干嘛的 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你怎么现在这样子 我感觉你现在 那你以前有这么不听话吗 你以前有什么事 大家是不是都可以商量 你现在是直接给我一个结果 然后告诉我 你要怎么怎么怎么办 你阿伟牛啊 你现在公司你说了算 是不是 我都跟你说的很细节 跟你说的很清楚 对不对 我现在是遇到事情了 而不是说我 我像平时那样我也不会跟你说这些事情 你下播吧 你下播吧 我跟你没法播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呀 你要给我一个答案呀 我给不了你 我说了 你说的我不同意好不好 你自己播吧 你过来说清楚好不好 我跟你有什么 我跟你没法说了 我不想跟你吵架 好吧 我也没有跟你吵架 你不要让别人看笑话 行不行 我们要照下来好好的说 好不好 你要让粉丝们也介意一下 对不对 让直播间爸爸妈妈妈也介意一下 因为 大家已经给了你答案了 你看不见吗 大家怎么说了 那粉丝们都能理解我呀 你就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 你过来你过来你坐着 你过来我们两个今天晚上把这些哨子说清楚 你也跟粉丝们说一下来 我家人们你们给我一个建议 好吧 给我一个方案 给我一个建议 我现在这么去做 是没有办法 没有其他的路选择了 才这么去做的 但是他不答应我 知道吧 一直说什么 一起加油 或者怎么样 加什么油啊 加油加油 我怎么加油吗 能加油的话 我还会跟他说这么多吗 对不对 家人们 怎么 怎么家人们也不理解我呢 怎么家人们也不理解阿伟呢 我是没有办法了知道吧 你们觉得我 我现在这么做是对的还是错的 来 给我一下打出来 对的还是错的 我不是不想做了 我不是不想做了 现在需要 需要 自己浓动 知道吧 自己流动 需要 需要中爪 我现在没有办法知道吧 如果不这么去做的话 如果不这么去做的话 我可能我 我我顶不住了知道吧 家人们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但是我跟他说了很多次了 他一直说什么 一起加油什么 他会帮我的什么 他怎么帮我嘛 对不对 这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一点点就能能够解决的问题 怎么帮我嘛 是不是 我是没有办法的嘛 你你你照我们两个说清楚来 你你今天晚上 你过来嘛 来面对粉丝们一起分心出来 不然你觉得 不然粉丝们也不理解 我 他们也觉得我无你去弄 我也不想 这样子 来我现在为直包间五千多个人 马上六千人了 五千三百多个人 我现在为直包间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这么去做是对的还是错的 如果对的就扣个一错的就扣个二 好吧 我阿伟不是说要跟他无你去 那后者不是说不讲道理 知道吧 我是没有办法 不了 你还看不见吗 这可是你的家人啊 这都是 这都是喜欢你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人家扣的二好吧 难道家人们 你们也不理解阿伟吗 难道我 就不管我了吗 那这个我自己都这个样子了 拿这个公司拿来干什么 我们所有人没有在帮你吗 所有人谁不管你了 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不管你了 还是我不管你了 堂子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 不是帮我 不是帮我一点点就能够OK的了 知道吧 那你说吧 来 当然这么多人的面说 我应该怎么帮你 你能满意 我要帮你到什么样子 你OK 你觉得行吗 如果你说 如果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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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点什么 然后去帮助我 然后为我加油 没有用 有用的话 我也直接跟你开口了 知道吧 是现在我自己的期望 我一直 我这一头发都白了 我一直最大的压力就是这些事情 我也没有跟你说过这些事情 也没有跟我粉丝家人们说过这些事情 我所有压抑都压在心里面 知道吧 是因为我 我之前 我 去了 离开了公司 这半年 知道吧 我也拿了一些公司的公司的 里面的一些资金 去做了一些事情 知道吧 而不是说 只是我爸这边这些这些事情 你明白了吗 不只是我爸我爸的这些事情 现在我爸也也也也这个样子 对吧 身体成这个样子 他的公司他也没法去管 而且他的公司我前两年打电话打替了 有很多部门都出了问题 难道我要让我爸去挤这个头吗 阿伟如果是这个米的事情 咱俩直播别讲了 明天 然后 来公司咱俩私自谈这个事情 好吧 没有什么好谈的 没有必要谈了 我能帮你解决多少问题 就解决多少问题 反正你现在最大的对我最大的帮助 就是 但是 答应我 把我股份 解决了 就 解决了 就一切都解决了 知道吧 你如果是这样走 你就是把股份给我了 我不会给你米的 你拿不到任何米的 家人们 我现在又告诉你 当这么多人的面我说 如果他这么走 他想把股份给我 在我这拿不到米的 我不会给的 你只要逼我的话 那我我就只能 只能给别人了 我就没有办法 因为我现在没有出路呀 我现在没有办法呀 难道你也不理解我吗 坦坦 你也不懂我吗 因为我回来这两三个月 你的公司做这么多 是因为你阿伟知道吗 阿伟如果不是因为 当时你回来公司出了这么多事 我不会回来 你自己很清楚 现在好了 公司刚刚进入正轨 他跟我说他不干了 我知道 要把股份给我 我知道公司刚刚进入正轨 那我呢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有为过我吗 我这些事情我现在 都已经跟你讲明白了 你还是不理解我 我本身是一个 我也不能算个外人吧 半个外人 他要出差了 我来给他看家 看完家 他跟我说 家不要了给你了 然后我这家 现在就要卖给你 你要也得要 不要也得要 有没有这样的道理 你在说什么呢 你扯的太语了 知道吧 有没有这样的道理 这是搞笑的吧 我是来帮你看家的 这家本来不是我的 然后你现在就是说 好了我不要 我不要这个家了 你必须得要 你堂堂必须得要 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你不要你就是不理解我 大家觉得他这没道理的 请抠个一 觉得这样做 没道理的抠个一 没有这样做事情的 好吧 不是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 我怎么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 我都说了一天一夜了 你 疯了我跟你说 这人简直疯了 现在公司的慢慢好起来了 对吧 那我呢 我你去考虑过我的感受 公司慢慢好起来 慢慢就有进账 有进账 我等不了了跟你说 我等不了了 难道我还要等个半年一年呢 在这里耗 那我呢 我我我现在这些人家直接 哎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反正哎呀 你考虑一下吧 我跟你谈 我是把你搭造我的最好的朋友 也是把你搭 搭造公司的老老大 所以先先跟你谈这些事情 如果你真的不答应我 那好那我 你不要管我怎么做 还有人觉得我很强势 我都这么强势了 我还管不了他 我要是再弱一点 公司早上他玩完了 你不要把话说的那么拿起 好吧 什么叫公司被我玩玩了 你看他听谁的 整个公司听谁的 他谁都不听 好吧 然后你一说 告他爸 他就说 你什么事你就只会告家长 我跟他爸说也是我不是 我不说 我来劝他 又是我强势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由他性子去 我由他性子的话 好 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由他出品 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由他生事 我应该由他来 我应该由他�子 我应该由他来 我应该由他来